今天我要教你们做四款荔枝饮品 第一杯荔枝柠檬茶 如果你觉得这杯好喝的话 那后面三杯千万不要错过 荔枝肉100克先挡压出汁 再加入两片香水柠檬和一产冰块一起放垂出香气 荔枝很甜 所以果糖我加了20克 茉莉花茶汤250毫升 补冰至500毫升醋 盖上帽子雪克均匀 这样一杯清淡香甜的荔枝柠檬茶就完成了 这杯我给9.2分 第二杯荔枝气泡饮 这个做法真的建议大家尝试一下 荔枝果肉100克 加入15克糖浆一起挡压出汁 这一步尽可能的把荔枝压出汁 这样冷泡出来的气泡水会更香甜 丢进一个茉莉花茶包 加入无糖气泡水250毫升 如果你们用雪碧的话就不要加糖了会很腻 我这样搭配甜度刚刚好 放进冰箱冷藏三个小时 我等不及了 只冷藏了一个小时 气泡水和果汁混合在一起了真的超级好喝 还有淡淡的茉莉花香 你们真的要试试这杯超绝 比外面卖的家乡精的好喝太多了 最后柠檬点缀快去试试 第三杯多肉粉粒也超级简单 荔枝果肉100克再加一颗红扑扑的草莓 冰块大概量产 糖浆30克 茉莉花茶汤60毫升 开机搅碎 出品杯脆波波打底 最后满上粉粒冰沙 这不就完成了吗 做起来真的毫无难度 答应我别去奶茶店喝好吗 第四杯是我研究出来的王炸 这杯把前面三杯统统比下去 荔枝果肉100克 半片香水柠檬 和一勺冰水打出香气 这一杯的灵魂就是这个杨梅酱 新鲜的杨梅都做不出这个味道哦 杨梅酱不是很甜 果糖加住20克 茉莉花茶汤250毫升 五冰至500毫升处 雪克均匀就完成了 这一杯甜而不腻 酸而不涩 夏天没胃口来上一杯 整个人都变得清爽舒适了 看到这流口水了吗 配方记得保存下来试试呀